大家好,我是芬芬妹 话说今天大家作业写完了吗? 加班结束了吗? 有没有被老板骂? 有没有被妈妈打? 回家后,有没有听见隔壁老王说 你老婆好棒 哦,真是悲伤的一天啊 那么接下来,芬芬妹给大家讲一个更加悲伤的故事 说不定看完,你就舒服了 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上 有这样一个男人 他是刀削面的门面担当 他是整个小镇的妇女之友 他是打击犯罪的和平使者 太多女人无可救药地爱上他 小哥哥,处得像不? 滚一边去 他就是这样接近完美的男人 但只有一个缺点 脑子不好使 虽然阿强智商68 那也是村里贼帅的小伙 理发店的老板娘喵他三年 老想跟他处得像了 阿强算上这把 都拒绝人家26回了 还是那句话 请不要迷恋哥 哥只是个蠢术 那么阿强为何如此健壮 因为他对健身器材寸步不让 这排哑铃每天落一百下 不练完 不回家 这天 阿强来到了一个公交站点 一个大婶开车上来搭讪 帅哥 人民广场咋走啊 阿强指了指 那边 我是路芒啊 你能帮我带个路吗 你不是有导航吗 这玩意是百度生产的 贼智障啊 要不你上车帮帮我吧 此刻 阿强有所解决 你该不是他对我的肉体吧 大婶表示 就他这个年龄段 老辣肉已经咬不动了 就这样 阿强放心上车 然后开始指路 可大婶根本不听指挥 拉着他一路狂奔 卧槽 这老娘们该不会是 寄予我春节的肉体吧 啊 不要啊 不一会儿 人民广场没去到 阿强被送到了人民医院 进去就是一顿检查 抽了500cc的血 还非要他咽尿 这玩意儿咋咽啊 呃 恶心死了 原来 大婶果然不简单 这是一场阴谋 阿强赶紧跑路 突然 一个小光头 引起了他的注意 首吃点垃圾食品吧 这零零后都吐了 呵呵呵呵 小光头不甘示弱 拿出薯片 就是一招欲擒故纵 我自已不吃垃圾食品的 吃吧你 啊 真香 这是啥呀 小光头接着两拨诱敌深入 终于把阿强给忽悠下单了 弟呀 快给我买包薯片 弟弟很奇怪 一向自律的哥哥 怎么突然放飞自我了 吃垃圾食品了 于是立马赶到医院 原来 刚才的大婶 竟是阿强的丈母娘 也是小光头的外婆 快 叫爸爸 爸爸好 干啥呢 这边 阿强怎么都不敢相信 自己这一头飘逸的大波浪 怎么生出发量 如此稀薄的女儿 原来 阿强的女儿从小就患有白血病 目前病情恶化 必须进行骨髓移植 丈母娘必须让阿强捐点骨髓 当然 作为父亲 阿强虽然傻 但还是能知道 什么 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当夜 阿强抱着薯片吃了一宿 弟弟都看不下去了 哥 亲闺女 咱还得自己疼 对吧 就在这时 别跑 看我不打死你 你教女儿注意方法 讲啥方法呀 他应允这次考十三分 我屁蛋呢 幸亏女儿身轻如燕 这才逃过了一波混合双打 第二天一早 阿强摸走了弟弟的银行卡 又拜托健身房的收银大叔 送他来到了医院 他买了两宝薯片 想找女儿一起吃 却看到小光头甩掉护士 一个人溜出了医院大楼 阿强将他逮个正着 你都病了 就别瞎溜达 你不是需要血吗 我抄给你不就好了 拉倒吧 我怕输了变成傻子 我这么强重 怎么可能是傻子 哎呀 抽筋了 原来 小光头要去首尔 看望病友铁蛋 阿强决定强行组队 而另一边 弟弟起床就懵了 这不到一宿 女儿出走 哥哥失踪 幸福的小家庭 怎么说崩就崩 于是 弟弟立马踏上了 自己的血清之旅 他的计划很简单 拼尽全力先招女儿 爸 你干嘛去啊 我操 吓我一跳 原来 女儿根据父亲的智商 怕他找不到 昨晚还特意躲在了车里 但父亲果然不负众望 没能找到 眼看计划完成一半 现在只能找哥哥 可问题来了 出来没带钱啊 此刻 他们最需要的是一笔天使投资 不愧是富家一方的丈母娘 真几把仗义 另一边 小光头在买票袋卡住了 要两张票吗 一百张 生活太艰难 我爹是个二傻子 售票员瞬间就累崩了 按钢上车 就接到了弟弟的电话 哥 你是一个人吗 光头 呃 他 他不在 小光头瞬间绝望了 傻也该有个限度吧 就你刚才那表现 不是傻 是脑残呀 阿强不知道 啥叫脑残 他觉得女儿生气了 一定是因为饿 于是他刷爆了弟弟的银行卡 把服务区的油渣食品买了个遍 我是个病人 吃不了这些东西 但为了哄女儿开心 阿强终于急止了一回 他选择中途换车 如此便增加了弟弟的追踪难度 于是 两人成功抵达首尔 他们需要先做一件重要的事情 哎 棒球场不可以随便进啊 赶快出去 棒球是个啥呀 可能就是一种 用棒子打的球吧 叔叔 能不能让上山打野 也给我签个名啊 我真的好想要啊 叔叔的心都要碎了 今天是周末 他今天不上班啊 原来 女儿开望病友前 需要带上他最喜欢的礼物 棒球英豪上山打野的签名 这是女儿和小病友之间的约定 就在此时 二人遇到了三个骗子 结果可想而知啊 不但没有买到礼物 银行卡还让三人给骗去了 阿强一个起步 就和三人组跑了个半嘛 而且阿强目标还非常明确 擒贼先擒王 照着老大就是一顿猛追 如今回忆起来 那是老大当流氓那段日子里 最大的阴影 他九年医务教育逃跑的运动会 在这一天全跑完了 终于 他发现了阿强的软肋 地铁 地铁对阿强来说非常危险 老大没追着 阿强还迷失了自己 现在他只有一个想法 城市套路深 他想回农村 而另一边 弟弟根据阿强的银行卡消费记录 终于找到了哥哥走过的地方 日尼玛夜总会 这一刻 弟弟开始怀疑 哥哥是真傻还是装傻 而小光头目前也很尴尬 并又没找着 爸也弄丢了 眼看情况越发严重 两边情况胶着 终于 和阿强关系非常好的健身房大叔坐不住了 原来 大叔是一名退隐的江湖大哥 他给首尔的小弟打去电话 帮我找到这两个人 不然你的斧头帮就别想混了 小弟诚慌诚恐 于是连夜召集手下把这事安排下去 找不到人的话 你们就不用回来了 没想到 这其中就包括了今天骗卡的哥仨 眼看碳碎筒上松了土 得赶紧补救一下呀 而此刻的阿强 为了找女儿 搭错了一辆酒驾司机的车 由于智商不在线 警察查酒驾 他副驾跑得比司机还快 警察都懵了 这啥意思啊 调虎离山呢 阿强一路瞎跑 没想到歪打正着 和小光头成功会尸 阿强 你怎么才会来呀 我怕死了 阿强这是第一次感受到了 女儿对自己的依靠 夜里 女儿躺在阿强的肩膀上入眠 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父亲的力量 第二天 警察对于昨夜的误会表示歉意 特意请阿强父女吃饭 没想到 饭店里绝有上山打野的亲笔签名 小光头又开始了表演 我想要上山打野的亲笔签 可爸爸他是个傻子 还弄丢了银行卡 拜托你给我上山打野的亲笔签吧 没想到 上山打野就在现场 就这样 东西到手 两人赶紧去医院见病友 可惜对方早已病入膏肓 进了ICU 对于晚期的孩子来说 早晚都会有这么一天的 终于 女儿心愿已了 准备返程 可由于礼日的奔波 她的身体终于熬不住了 阿强抱着女儿 就是一个百米加速 正好被三人组撞见 做了半辈子流氓 都被警察追习惯了 这第一次追别人 都开始同情警察了 警察也不容易啊 可想不到的是 在前往医院的路上 阿强再次遇到了地铁站 我一直有个问题啊 就是你 为什么没法原谅大哥啊 我 永远都忘不了 接下来 我给你们讲讲 这个男人的故事 她是一名消防队员 也是一名准爸爸 在一次出任务中 地铁站发生了重大火灾 随时可能爆炸 她一次次冲进火场 救下了无数个不曾相识的人 救下了无数个 可能破碎的家庭 可火势越来越大 奴业已经身手不见五指了 她看到了自己的丈母娘 这才知道怀孕的妻子 也被困在了火场之中 她疯了一班 不顾队友劝阻 再次冲入地下 找到了生死未卜的妻子 把唯一的养钱面罩戴在了对方身上 终于找到了出口 可等待她的 却是紧闭的卷帘门 那一刻 她紧紧抱着妻子 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后来 他们被救了出来 妻子生命垂危 经过抢救生下了一个女儿后 不幸去世 阿强也因为吸入毒烟过多 脑神经受损 智力永远停留在了七岁 那之后 阿强再也没有勇气 进入地铁站了 幸好救护车及时赶到 可前往医院的路上 被堵得水泄不通 快给我想办法 一定要保证道路通畅啊 新闻里传来播报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 一直被称为 社会渣子的斧头帮成员 在护送前消防官妇女的救护车 无法动弹的情况下 组织成员疏散交通 这才确保度过危机情况 据悉 她恩所救的患者 正是曾遇地铁彩案中 拯救诸多世民的消防官阿强 如今 阿强的女儿也同样 正在和白血病魔坚强对抗 正在寻找合适的骨髓移植 在大家的帮助下 终于将女儿送回医院 可是 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医生说 你的骨髓不匹配 凌县六岁的智商 她根本无法理解这些 只能一遍遍地问 是因为我傻 所以不行吗 可让阿强全家都没有想到的是 大哥 消防队全体官兵前来报到 就在这艰难时刻 消防队的全体官兵赶来了 还有那些被拯救的市民也纷纷在医院排起了场队 全是为女孩机型骨髓配对的 你问他们为什么 他们都只有一句话 报恩 幸运的是 小光头找到了合适的骨髓 手术前一晚 阿强和女儿聊天 女儿说 虽然你不是我想象中的爸爸 却是我最需要的人 阿强说 我也是 有一百个那么开心 因为在她的眼里 一百就是最大的数字 看了一篇后 纷纷昧觉的吧 没有人生来就是一座孤岛 每一段遇见都有她的意义 无论你遇见谁 她都是你生命该出现的人 这边她并不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请依然感谢这段相遇 请依然感谢这段相当